好久没下雨了 今天去阿飞家那边找蘑菇 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神奇的宝贝 这里就是阿飞经常来的君子山了 这几座红菇好漂亮啊 可惜不能暗藏味道来判断了 不能吃 我们继续吧 哇那种黄色的 我说那种是柳橄菇 哇那种超级大 我把柳橄菇吃不一下 哦是吗大脚菇 对非常好 我发现了一群小蘑菇 呀好多啊 阿飞这个应该是可以吃的 拿不紧我不敢吃 是蘑菇薯的 双层均环 上表面光滑 下表面是粘绒状 粉色均折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瘦伤情况 感觉很香 吃上去没味道 没口不辣 拿去吃了吧 那不要 这个不能吃啊 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行 这是什么蝴蝶呀 请把它的名字打在弹幕上告诉我好吗 它摘上来一只脚了 快点宝贝再上来一点 上来吧 手伸过去一点吧 哎呀 它飞了 这些小蘑菇好可爱啊 好小啊 这是一种鸡油菌 可能是新发表不久的物种 中国红鸡油菌 目前鸡油菌中已知的物种都是可以吃的 既漂亮又美味还从不生虫 真是太完美了 我发现它这里的蘑菇特别多 你看 这个 哇好嫩的珊瑚菌啊 这个阿飞说可以吃的 但是不好吃 他说不要了 阿飞家这边苦马干好多啊 地上全是 就你脚前面 哇 这个好可爱啊 哇 这个好可爱啊 哇 这个好可爱啊 这个好可爱啊 好可惜 有毒的 不能吃 哇 真的很多 那边有串 哇 阿飞后面 哇 要的 我的天哪 我觉得它们像 打保龄球用的那种瓶子 我的妈好臭啊 非常的明显 应该不会有人吃它们的吧 这两个保龄球瓶臭了我一路 受伤变红 最后实在受不了 终于下军心扔掉了 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吃这种东西 这个是长大以后的样子 有些有毒的模糊它很好闻的 还有这样子一堆长在一起的 这个石头好像有点与众不同 好 来吧 来吧 首先看一下 这个是很多分 没有看到没有 哇 然后呢 掰开给它看 就是那种黄色带黑色的 好 嗯 嗯 这个饼中呼吸 也是 这个很像很多小的宝石这样的感觉 那个不会有粉 这个有粉 它就特别老了就不会有了什么 小子嘛 老也会有 这个是一个一个可以拿下来的 看这个 这个盖子的花纹太独特了 像乌龟壳 嗯 乌龟菇 我代表月亮消灭你 我来看一下它变色的情况 应该最后是变黑的 真好玩 这个好漂亮 可以吃的 味道有一点点酸 看起来都很脆 是 这是水芹菜阿飞 是水芹菜 我去专门下来的时候 我说挺想吃的 就专门 专门来路过这里 好像发现了一个好东西 会断脚吗 你的特长 哇 哇 这么长一个根啊 对 季宗是和白蚁共生的 它长长的甲根是连接着白蚁穴的 非常好认 是吗 哇 这个好吃 这个特别好吃 片子 就是皮条鸡吗 这一片全部都是 哇 这个好好玩啊 你们看 一动 它的无性包子就飘走了 等到这些飘完了 它就会变成一根黑棍子 开始产生有性包子 神奇吧 红菇 红菇 今天的红菇都让阿菲采完了 哇 这超级好 又一个黑乎乎的牛肝菌 这也是一年多的 哎 哦 太烂了 做样本都做不成了 这是拟卵钙鹅膏 急性胜衰结型 毒性很强的 前些天我们旁边线还有吃住院的 差点没救过来 这种鹅膏很臭 和之前我们找到的那个吃脚鹅膏 是一样的臭味 只要闻着臭的鹅膏 绝对不要吃就对了 阿菲这里这里这里 哇 这个超级大 哇 真的超级大 这个 猜一下这朵是什么菌子 库马肝 不是吗 难道他的脚黄色不可疑吗 刚才我就看到他这个脚一点 那个可疑 才上去看了 发现不是啊 很大的 来 在一起吧 是不是品项不太好 哇 这次是白咸的羽毛了 好漂亮 今天的收获还是很丰富的 期盼着快快下雨哟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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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